我好像有看到一個新聞 是兩年前你在 湖北武漢開演唱會的時候 有帶爸爸回去 那是他第一次回去嗎 還是已經回去過好幾次了 97年我回去的時候 我爸說我們先回武漢 探個心吧 我就回去 那感覺很陌生 又很熟悉 然後 去祭墳的時候 他就看到我爸的墳 蛤 因為以前打仗的時候 我爸的表弟說 我爸正好 就是他們當時被拉去當兵 混戰的時候 兩邊炸得啤啤啤啤 躲啊躲逃 他們才十幾歲 害怕 最後 兩邊在交火 我爸說我們是哪邊啊 我爸說應該是這邊 他表弟說應該是這邊 然後我兩邊說 沒信心分頭走 我爸就跟著國民黨部隊 一路打到越南 然後後來在越南被俘虜了之後 最後被國民黨部隊接回到台灣 表弟就去了共產黨部隊 回去之後 問說我爸怎麼了 就跟我奶奶說我爸正好 我爸 奶奶哭啊就把他修了個粉 後來在2000年的時候 我說爸你要不要跟我再回老家看一下 我爸竟然與眾心上說 好吧 說不定是人生最後一次回老家 我突然想說我爸年紀也大了 也沒有辦法長足飛行 說不定真的是最後一次回老家 那是什麼時候才覺得說 好像應該要珍惜跟父母相處的時光 我以前總是覺得家鄉什麼都沒有 我開始巡迴世界演唱會的時候 我有大半年都沒有回過家 甚至是醫院的人跟我講說 你爸來看病了 我說啊怎麼了 因為我打電話回來我爸都說 沒事沒事 奶奶你就忙一點沒事 沒事我們很好的 其實有些時候你反而 他為了讓你放心 你就不知道他們的狀況 然後我盡量就有空回來 因為以前為什麼不喜歡回來 就是回家的路蠻漫長的 然後我就不想回來 然後請他們上來看我 後來有人就慢慢就是 我爸就說他不上去了 你看走路已經越來越慢了 然後你就會覺得 唉 我該回來 我覺得人生好無常 嗯 所以要珍惜 真的 珍惜 珍惜每一次 每一次還可以相見 每一次還有緣分坐下來一起吃飯 我覺得老天爺已經對我很好 我爸媽現在雖然都年紀大 那狀況還OK 他在我最黃金的時段 也讓我放心的去衝刺 也讓我放心的去衝刺 好 謝謝